各位同学大家好 最近疫情颇为严重 请大家要确实做好防疫的相关工作 以下的影片内容将说明这次会考考场的相关注意事项 明天就是会考了 我们要在南港高工考试 待会我们会去看考场 请大家注意下面说明的事项 牢牢记在心中确实做好 首先要请大家熟悉考场的位置 我们在南港高工考试 所以请搭公车之后在南港高工站下车 南港高工的站牌位于南港路上 所以下车之后请大家往前走 到了心中路右转 由南港高工的正门进入校园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不开放家长陪考 也要请同学遵守相关的防疫规范 考试这两天 如果有事情 就请大家找考生服务队的老师来协助 考试这两天 考试这两天也请同学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口罩务必要戴好戴满 方面上是进入校园的模拟照片 当天工作人员也会为我们清洁手部 接着量测体温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南港高工防疫措施体温量测动线 进入到校园之后 他会分三道来进行体温的量测 透过额温腔或者是热项仪 如果体温合格 那就请同学快步向前走 如果你的体温超过37.5度 工作人员会先请你在旁边稍作休息 之后会再进行第二次的量测 所以请大家不要太过紧张 进入考场五步骤 第一 戴证件 请大家一定要随身攜带准考证 请大家一定要随身攜带准考证 第二 戴口罩 口罩一定要戴好 第三 喷酒精 工作人员会为我们喷酒精 清洁消毒手部 第四 量体温 体温如果量测通过 他们会为我们贴上贴子做记号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到校园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南港高宫市场的配置图 进到校园之后 考区在第一栋大楼的左边 我们学校的市场使用的是二到四楼的教室 所以到时候大家进入到市场之后 请一定要去找到自己明天后天要考试的教室 然后熟悉一下环境 至于我们被分配到的休息区 则是在对面栋大楼的三楼 有关休息区的说明是这样 我们考试的教室它是有冷气的 那不考试的时间 同学可以在教室里面自习用餐 但是要请保持安静 至于说休息区只有提供同学休息 以及安静复习功课 它并没有提供冷气 那休息区的规划原则是 以两个班级共用一间教室 到时候就请大家依据教室门口的规划状况 进去到休息区 那在休息区旁边呢 有一间是考生服务队中心 学校的工作人员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同学有仪式准考证 或是要找老师问问题 或是有其他事情要协助 那就请同学到考生服务队中心这边来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允许 请不要随便逗留在这间教室 那我们的休息区在三楼 那请同学就紧紧在三楼这个地方 进行安静的休息 不要到其他楼层去逗留 那我们东中的考生服务队中心呢 有设置了简易的医疗设备 那老师们呢也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有问题可以请同学到这个地方来找老师 同学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身体不舒服到无法作答 这个时候就请同学举手 向监考的委员反应 那监考的委员呢 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 请大家不要太过紧张 然后不要害怕 5月15、16会考日 我们在南港高工考试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做分流的分配 那我们学校分配到进场的时间是 7点到7点15分 那请同学尽量在7点到7点15分 这个时段到达南港高工 记得一定要带准考证 会考这两天进出校门 执任准考证 一定要有准考证 才能够进到校门里面来 所以请同学一定要妥善保管 不要把准考证弄丢 那附带提醒同学 可以携带跟准考证上一样的照片 那请分开保管分开放 台北市教育会考防疫的五大措施 第一个 职名制 然后出入考场又采分流 然后要量体温 然后进行手部的消毒 所以刚刚主任有提醒 我们15、16两天 被分配到进考场的时间是 7点到7点15分 请同学尽量在这个时段 到达南港高工 那再来的话 进到考场 请全程佩戴口罩 如果经劝导不配合的 这个科目可能就不予以计分了 第三 因为不开放陪考 所以呢 各校呢 就仅仅由考生服务队 来陪同同学 然后来协助同学一些相关的事项 第四个 我们使用的是冷气考场 所以冷气全面开放 那会在四个角落的窗户开开大概5到10公分 那进行音听的时候呢 则暂时呢 把窗户关上 避免被噪音干扰 最后午餐的时候呢 是必须在我们考试的那间教室里面来使用 那到时候老师们呢 会把防疫隔板带到教室 然后发放给同学 那在用餐的时候呢 不要讲话 然后也要请同学注意社交距离 市场的规则提醒一下同学 第一个 在考试的时候 不能饮食搅口香糖喝水 这个都是不行的 那还没进行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把水瓶带进去喝水 可以 那你可以喝完水之后 把水瓶放在规定的相关位置上 一般是在教室的前方跟后方 那一旦开始考试就不可以喝水饮食 第二个 题本跟答案卡不可以带出市场 题本跟答案卡都不可以带出市场 第三 手机计算机智慧型手表 会发出声音的 或者是小米手环呢 也不要随身攜带 第四 取得或是提供他人答案 这种作弊的行为 如果确实的话 这个科目当然是零分计算的 那考场规则第五点 这边还在提醒同学 量脚器 或者是可以量出角度的一些工具 是没有办法带到市场来使用 第六点是 补习班会在校门校外发放一些笔呀 或者是应有提示作答的文具 请大家也不要带到考场里面去了 最后一点 中响就要停笔 中响就要停笔 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那至于午餐的规则 第一个 第一个有订餐的同学到时候考生服务队呢 会把大家的隔板带到教室来发放 那就请同学把隔板架好 然后洗手 那我们会发放消毒用的纸巾 大家就把桌面清洁干净之后 我们发便当给同学 那同学呢 你就安静的用餐 那大家可以自己带自己的餐具 在第三 考生服务队呢 也会到考场去发放隔板的贴子 帮大家贴上自己的贴子 到时候呢 才方便回收 那第四点是用餐之后 要请同学们要做好餐盒厨余的回收 然后把隔板呢 再浇回 然后桌面呢 要清洁干净 第五点 没有订餐的同学 如果你是自备午餐 则比照上面的规则在进行 那如果是有要到校外用餐的同学 那请你一定要随身攜带准考证 因为如果没有准考证 你出去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学校里面来了 那到校外 请你一定要提早回来 因为考场有管制 那这个就是吃饭的模拟状况 把隔板架好 然后每个人呢 就在自己的位置安静用餐 最后的提醒是 被考当天的车流量会比较大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 至少要提早30分钟到达考场 那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同学 也要请你 务必要弄清楚 怎么到达南港高工 乘坐方式一定要熟悉 再来第二个 因为我们的考场是冷气考场 那冷气的出风方向以及温度呢 是没有办法因应个人来调整的 所以请加帕朗的同学呢 就自己戴个博外套 第三 再提醒同学一次 15 16号考试这两天 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那第四点的话 这是手机一定要关机 请大家手机一定要关机 那最后呢 今天晚上呢 请大家呢 不要熬夜 早一点休息睡觉 然后饮食清淡 明天精神饱满 然后才能够有好成绩 冬苦国中为大家加油 待会呢 我们会播放哦 防疫演练过程当中哦 量体温进场 以及用餐的模拟影片 那再请同学仔细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